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特别板块工作高手 今天工作高手的名字就叫 当神话走进现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都看过她吧 看过 把抖音的人都知道了 终于今天来到我们身边了 大家好 我是仙恩曲江 大唐不夜城 不导翁小姐姐冯嘉诚 不导翁小姐姐到底有多重 不导翁小姐姐身高163 体重90斤 够瘦的 这跟唐朝的美女可不一样 唐朝的美女是以丰满著唱 对吧 怎么就挑了你呢 因为我们的道具对身高和体重有限制 就是美女不能过百 是这个意思吧 对 所以这个在大唐不夜城表演 不导翁小姐姐的只有你一个吗 我们现在有三个不导翁小姐姐的 那为什么你最火呢 因为 我最漂亮的 大家喜欢我 哈哈 我我我看你在表演的时候 和周围的观众互动的时候 男女是有别的 对对吧 你跟大家说一个有什么分别啊 嗯女孩子可以拉手手 然后男孩子的话 一般是用扇子礼貌性的搭一下 拉手手啊 现在是不是都流行说叠词啊 显得可爱 对对对那我上侧侧 哈哈哈比较可爱 这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表演的呀 嗯是从七月份的时候 七月份的时候 对 你以前是舞蹈演员吗 对之前就是舞蹈演员 所以当你被挑去做这个不导翁小姐姐 你是什么感受呢 有些人会觉得枯燥 对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很枯燥的 因为只是单纯的一个摇晃 嗯 然后后来我们的创编团队 根据我们每个人的特点 然后增加了一些表演形式 嗯 然后还有一些互动 每天最多的时候是多少人看 嗯 每天来观看我们演出的人 有一万人 就是最少 就那么一点点 一万人 对 全都围着你看 对 有什么动人的故事没有啊 那些粉丝跟你 太多了 就是前两天有一个八十岁的老奶奶 然后说是在手机上经常看我的视频 然后那天知道我去巡演 然后专门一大早过去去看我 就是老奶奶挤在人群中我就非常操心 就怕她不安全 还有吗 有 很多 有给你送礼物的吗 有 那次我们演出的时候 然后就有一个外卖小哥 举着一杯奶茶冲进场地 杀出一条血路进来了 然后说不到我小姐姐你点的奶茶 然后后来就看了一下外卖单子上写的 是前一天来看我的一个内蒙古的小姐姐 然后专门就是担心我太冷了 然后都回到家了 给我点了一杯外卖 你喝了吗 喝了 非常暖心 你是在边工作的时候边喝的吗 那当然不是了 那也奇怪 一唐朝美女喝奶茶 其实那表面上一份 这个大家看似挺美的工作 其实背后是有很多艰辛的 现在这天已经很冷了 你还在工作吗 还在工作 还穿着这么薄衣薄裤 对 是的 是吧 对 那你说实话 你那个做那些动作的时候 是不是僵硬 其实我感觉做什么工作都比较辛苦 所以像我们演员 这是我们的职业素养 就是必须要完成这个演出 而且我好像觉得她的那个脚啊 是都经常是轻的是吧 因为之前我们的道具 不像现在是加了海绵的 之前是纯铁的 然后摇晃的时候 它是跟铁要碰撞 对 但还有你那个头套特别重 然后听说你的发际线 都已经是往后移了是吧 对 因为我们要带发网 然后这个头发就 发际线要往后崩 家里人知识吗 家里人刚开始是觉得有点心疼 为什么 好心疼 对 有点女孩子嘛 这么冷的天 然后在外面受冻 然后对身体也不好 今天我们这个跟母亲视频一下 就以这样的方式啊 告诉母亲 你每天在不倒翁表演的时候 内心有没有想她呀 你好 您好 我们这是非你莫属的录制现场 看到了看到 看到了啊 这个您宝贝闺女说 这份工作呢 一直以来很不容易 然后呢 你们一开始是反对她工作的 心疼她 是的 是的 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 她特别想跟您二老说两句真心话 来 喂 老江 听到了老伯 老伯你今天真帅 就是我 就是虽然现在 就是从事着自己喜欢的行业 有些卡 对 然后也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 让你们一直操心啊 孩子不可能 嗯 之后我也会 做一个正能量的人 对 不让你们操心 做好自己的事情 老天高 妈想的是一样的 随心走啊 我也是作业 走不动了就回来救死 好 这只没关系 你开心就好 祝爸爸妈妈 有点年轻 有点健康 然后也希望 我能继续努力 以后能让你们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好 好 谢谢你们 好 谢谢你们 谢谢妈妈 好 祝你们身体健康 谢谢 再见 当你眼泪流下来那一刻的时候 你的委屈到底是什么呀 其实就是因为爸爸年纪比较大了 嗯 然后嗯 我又属于让他们不是很放心的 嗯 他们又一直以来就这么一个闺女 然后就比较操心我 所以嗯 刚开始其实选择这个演员的行业 舞蹈演员 他们是非常不赞同的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 因为他们是真的看到我 就是在演出时候是真的很开心 嗯 然后就非常热爱这个行业 所以他们就是现在 就是也是 就是自己也是给自己做了很多工作 既然孩子喜欢这个 然后就支持 这个其实你会发现 你跟他聊天了之后 他最初在那上面所表演的 种种优美的动作 都不如他流下眼泪的那一刻起 更美 我相信这期节目播完之后 会有更多的人给你去送奶茶 只有我 因为你的这个人物IP更丰满了 喝奶茶会胖 喝奶茶会胖 接下来我觉得 他表现出来的是飘逸的感觉 我们可以这个尝试一下 喜剧和泼辣的感觉 对不对 我们这儿有没有一百斤以下的 来来来考验一下大家的体重 陈薇 陈薇一定肯定没有一百斤 李群没有一百斤 还有吗 不能有没有啊 郭兰也没有一百斤 来陈薇 来来你试一下 试一下来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太方引了 哎呀呀呀 哇 看不动啊感觉 前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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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哎呀 还不错 表情很美 插个拳 哎呀 哇 哎能转圈吗 哈哈 再使点劲 你要离地近点 方向应该是挺难的 一号 哦 可以 哎呦 对 哦 哎呦 哎呦 来 这个现花的 看你怎么转过去 哎 看你怎么接那朵花 好身体 哎呦 哦 不错 你发现没有 他这个动作也挺美 但他没有那种 鼓韵的感觉 现在吧 他长得太洋气了 怎么样 感受怎么样 嗯 就是刚开始 会有一点恐惧感 尤其往后痒的时候 但是适应了 我觉得就还好 因为上之前 他跟我说 其实第一就是体重嘛 你达标的话 第二呢就是 你自己不要害怕 其实你随意做动作 是没有事情的 所以我就尽情地在尝试 嗯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老不倒我们 来来来来来来 水姐你要扔一下丝巾啊 水姐感受一下 你要这样 你一边摇一边说 吹饼卖吹饼 薯条 卖薯条啦 薯条卖薯条 卖薯条 卖薯条 又啥嘻嘞 又香又脆 又健康 吹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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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薯条 这一边调吗 这是一边调 哦我觉得薯姐的胆子大 就往后痒的力了 哇塞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哇还转圈肉 哇塞 大声哎呦花药有花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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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期水条的观众可以鼓掌啊 哈哈哈哈哈哈 就出手啊 风风火火 窗就走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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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怎么感觉呀 呃就是 刚开始的时候吧 还是会 有一点就是 有一点担心 尤其是后仰的时候 但是 但真正你转开了 你尝试过之后 就会觉得 那种自由的感觉 就让你觉得 就是无所畏惧 什么都不在乎 就非常自由 你想到哪儿 就像上天了的感觉 对对对